欢迎收看凤凰说 韩剧游鱼游戏中看似童玩的有趣游戏 其实却是赌上性命在玩 今天这部影片将要解说戏里的六种游戏 像是拔河靠技术能取胜吗 碰堂的最好解法是什么 观众们知道哪一关的淘汰率最高吗 玻璃桥是最高的 高达81.3% 其次是弹珠游戏 再来是123木头人 第一个游戏123木头人 利用巨大女孩说话的间隔 在五分钟内要走到终点 这一关的关键并不是跑得快 跑得太快反而容易跌倒出局 稳定的速度前进可能还比较好 仔细观察扫描方式 可以发现扫不到躲在身后的人 不过躲在001号背后是最好的选择 但没有人事先知道 但在这一关 江小懂得躲在高大的张德秀背后 不但可以遮蔽自己 还能防止被他偷袭 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 在看似运用体力的游戏中 智力仍是关键 和之后的关卡相比 第一关的难度其实不高 但是在456人参加的第一关 却有255人遭到淘汰 阵亡率高达55.9%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人的阵亡引发骚动 第二关是碰堂游戏 在不知道任务前就需要先选定图案 之后才知道是要在10分钟内 用针刮出特定图案的饼干 鱿鱼游戏里的碰堂 是一对本身卖了25年的碰堂夫妻所做的 他们表示 鱿鱼游戏的碰堂制作要求 就是薄一点 不能烧焦 形状固定 剧中最高难度的鱼三饼干 也是后来在摊位上买的最好的图案 在很多的状况下 许多参加者遇到的问题 就是让碰堂裂开而失败 所以做碰堂的这对夫妇 认为用针加热后 慢慢的按照形状来画是最佳解 就是喊美女的方式 在没有打火机的状况下 一开始镜头带到 张德秀含着针让针湿润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不过说起来简单 在鱿鱼游戏爆红后 许多网红和明星 像是歌手周星哲 纷纷自己尝试玩碰堂 却发现不管用舔的还是用火烧 失败率都超高 这一关的参加者共有187人 阵亡了79人 淘汰率是42.2% 后来也有许多网友 批图出了许多难度特高的碰堂图案 让人一看到就想说 不完了干脆就解决我吧 在第三关开始之前 张德秀因为抢食物 意外K挂了一位路人 开启了当晚的大乱斗 在这个非正式关卡中 存活也需要一些技巧 主办方似乎没有规定床位要固定 那么在高处 角落或是建筑防御公式都不错 远离话题人物成群结果也是方法之一 但千万要注意 解决你的可能就是身边的人 找机会偷藏物资和武器防身 其实是关键 张晓一开始就偷藏刀 成了保命武器 张德秀更是在后来顺手拿了破碎玻璃瓶 在一个晚上的大乱斗过后 参加者从108人少了28人 淘汰率也有25.9% 第三关比的是拔河 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体力的游戏 许多观众肯定会好奇 有可能靠技术取胜吗 我们先来看看机场 真实生活中的拔河实验 当一对一力量有巨大差距时 那没什么好说的 任凭你用尽吃奶的力气也绝对没有赢的空间 但如果是团体战的话呢 四个看起来跟牛一样赚的大力士 对上五个身材中等的普通人 没有多久还是壮汉获胜 尽管是团体 如果力量差距过大的话 人就是没有获胜的空间 直到将普通人组合一直加到六个人 双方的力量比较相近 因为壮汉不讲抽技巧 而这六个普通人的拔河技巧显见比较好 最后才获胜 美国也曾有海军陆战队 对上海军的拔河比赛 海军陆战队明显体格好 力气大 海军这边则是讲求团队合作和技巧 连踏步看起来都有规律 最后由海军获胜 因此可以推断 团队比个人有操作空间 但要靠技巧取胜 前提是力量差异不能太大 技巧带来的优势是有限的 拔河又有哪些技巧呢 最后一位通常是要力气大的 剧中派出了阿里殿后 会把力气小的摆在中间 老人女人在中间没错 第一个必须要是能鼓舞士气的 但是毕竟队伍中老人与女人占了四成 技巧能带来的优势很有限 最后还是靠着曹上佑的致技获胜 不过老人的技术也是有效的 注意在剧中 对方是跌下高台后 过了几秒才斩断绳子 如果在斩断绳子之前 我方队伍因为对方跌落的力道太强 拉不动而一起摔下高台也是可能的 那就会造成两队同时淘汰 而BOSS无印男在队伍中不是很危险吗 有人提出无印男的手铐可能可以脱开 有机会在掉下前脱逃 也可能是他来玩这个游戏 根本不在意生死 在拔合这个关卡中 参加人数80人淘汰一半 阵亡率是50% 第四关的游戏是弹珠 玩任何一种弹珠游戏 拿走对方所有弹珠获胜 常见的弹珠游戏 有猜单数双数看谁打得远 如果是笔打弹珠就有技巧的成分在 所以不会打弹珠的 选猜单双数比较好 这个游戏可以要求转换游戏方式 张德秀就是在快输时 从猜单双数改成打弹珠 一举获胜翻盘 所以万一玩到不擅长的游戏 赶快提出更换 这一关获胜也和你的对手是谁有关 对手很单纯用骗的胜率就高 曹上又骗过了阿里 虽然看的观众很不忍 但在不使用暴力的规则上却没有错 因此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不能太相信别人 另一边志盈把红衣机会让给了江小 无意难把弹珠给了陈其勋 理性的评估是可以提升获胜的几率 但是人的行为往往并非理性 曾经对他人的人情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决定 所以没事还是多存着善心 弹珠关卡参加者淘汰率其实不是一半19人 而是淘汰了22人 淘汰率高达57.9% 因为可以发现参加的38人 其实最后只有16人回来 加上韩美女是17人 有三人因不明原因 可能是和队友一起阵亡了 弹珠关卡后是阵亡率最高的玻璃桥 在知道关卡前 参加者只能凭运气选号 然后依序踏上玻璃 一边是会破的正常玻璃 一边是不会破的强化玻璃 如何过这座桥 网路上有非常热烈的讨论 有人说走中间的钢条不就好了吗 除非你是特技演员 否则应该有点困难 有人说把身上的外套脱下绑成长绳 系住人踩玻璃 即使踩错跌落也可以邋遢 不过过去有节目实验过 用衣服结的绳索 无法负重也非常容易断裂 有人说知道要丢弹珠 那怎么不把一开始脱的鞋子拿来丢 就知道玻璃会不会破了 后来那位玻璃厂工人 小的用辨别光泽和声音来判断玻璃种类 主办方立刻调暗灯光 毕竟他们只想看刺激的你死我活 有人认为有些关卡其实过关人数可以更多 依照主办方的形式模式 恐怕只会调高难度 过往每一年的胜利者都只有一人 在这一关 迅速是最重要的 越后面的人越能利用前面人的测试安全通过 手号码完全就是运气 不过记得玻璃顺序所需的记忆力也是重要的 江小就曾好意提醒看似忘记的男主 这一关阵亡率是最高的 有81.3% 当然如果你聪明到发现床位的墙壁上 其实画着每一关的图案就会顺利很多 但在恐惧的气氛下大概没有人发现 最后一关 犹豫游戏 在地上有一个与犹豫相似的图案 获胜方式有三种 第一 攻击者踩到犹豫头部图案 第二 防守者把进入犹豫图案的攻击者推出去 听不懂规则也没关系 因为第三个获胜条件 就是让对方进入无法继续游戏的状态 打爆对方就是最野蛮的接法 所以这个关卡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战斗力吧 开打前的夜晚 陈其勋持刀走向曹上右 江小阻止了他 说到不要那样做 你不是那种人 这句话应该有两个含义 一是你很不下心 怕你受伤 二是你不是那种人 也不要变成那样 这样心软的人很难在生死搏斗中获胜 但是江小的离去 让陈其勋瞬间战斗力爆棚 无形的促成了陈其勋的获胜 因为连黑面巨人都曾对他说 我以为你跑不了多远 吴亦南也说 那笔钱是你的运气和努力换来的 第一关就被阿里拉住 早信活下来的陈其勋 他的好心又刚好被boss吴亦南看在眼里 除了个人的拼命 他的确也是非常幸运的人 看完了这六关的解法思考 观众们认为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过关吗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